《中国艺术,我老师》 《中国艺术,我老师》 台湾在进入1980年代之后 我们学界上都把它称呼 是一个当代艺术的时期 是林寿宇的《课画已死》的这个宣言 其实开拓了整个台湾80年代 或是当代艺术的一个开端 自超度空间已降 我看事情的态度 处理事情的方式及方法 以及人生要走的方向 无不受到你往日的提醒和教诲 我依然相信并认为 超度空间里演练出来最庞大的力道 超理智的力量 超度空间里 超理智及存在旧式变化的道理 让我衍生出另一种力量 超感知的力道 超感知与超理智 就像阴与阳的关系 因为有阴有阳 才有万物生化 才有存在与变化 那种感受当下就是永恒 当下就是一切 至今 我依然认定 那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选择 80年代回台湾的时候 还是在戒严 可是在那个时代 比以前开放多了 自由了 很多艺术家又恢复到 所谓的纯艺术 又不再批判永远经民主了 1980年那时候 我刚从美国回来 那时候我也碰到林寿宇老师 又加上整个一个社会的氛围 就是在剪影前 有一种对未来一种期待 还有一种求新 新观念的一种期待 所以在那样子一种氛围下 就是开始有很多的事情的发生 赖春春跟林寿宇 都是其中之一 因为碰到他们 都有一些在国外的经验 看到了许多的新艺术的活动 都有感而发 在讨论之间 就是找出一个 跟以前自己个人风格 创作的方式不一样 去开拓一个新的路子 那个时候我们非常的热血 真的是有这种革命的情怀 觉得我们要革命 虽然不知道要革什么命 必出很多新的观点 我们要用完全这种 推翻过去的很多种一种新的方式 把我们的创作展现出来 我们要的就是前卫 你的艺术观念 你表现出来的 你是不是具有开拓性 这个对我们来讲是 也非常非常严重 这个时代就前进得很快 不得不把以前的浪漫的绘画这种思维 就放在一边 就是走向一个自己 也不是很熟悉的路 不管在材料上面 空间上面或观念上面 做一种新的尝试 第一次展立体的东西 所以老师说 当初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应该怎么办 既然如果要展立体 所以我们就要往自己的风格去走 我觉得观念准确是最重要的 超度空间下面的副标就是结构 空间跟色彩 我们在空间里面去把这个空间性 怎么去把它拉出来 然后在色彩 在结构上面 怎么去接近这个真实存在与变化 并不是说只是一个东西摆来摆去 这样子的一个物质性的变化 它其实基本上除了是一个艺术的 一个里面的一个脉络思维 就是关于真相的逼近之外 就是跟生命的态度 艺术是深层中的 就是在发展中的艺术 它并不是一个已经被界定时的 而是我们是有权利来诠释艺术的 我们最喜欢看的就是回顾展 做到现在为什么这么演变过来 我们这些做异度超度 某一些观念 如何在就是跟现在的创作如何连接起来 如何去维持他们的艺术声明 我觉得这个是蛮珍贵的 张永春或者是庄谱 赖纯纯 胡辉龙他们这几位 都是在林顺玲老师这种观念的开启下 渐渐投入当代艺术的创作 这个绘画遗史事实上也宣告了 整个台湾美术史从一种平面 走向空间环境观念的一种新的起点 他们四位至今都还努力的在创作当中 那他们的这个几十年的一个创作历程 也代表了整个台湾当代艺术 最前线的一种成果 最后还剩下的单线的一个创作 和这个绘画计创作词 就像是一种成果的一样 最后一样的一种成果 是一种成果的一样的地点 是一种成果的一种成果 最后一种成果的一种成果 优优独播剧场的一种成果 是一种成果的一种成果